6、2、8、7、6、5、4、8、2、1 人手一个小手卷左右摇摆还旋转 五步精准并踩点动作娴熟常变换 本哥哥的手卷哪去了 手卷不身亡地调 没有手卷无咋跳 问题不大 立马弯腰伸手剪 妥妥拿回手里面 好家伙 一个没手准把同伴的好 幸亏人家心里素质高 一顿操作猛如虎 我都不信我会变魔术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 手举一气脚边靠 造型别致挺着想 剃脚毛呢 啥呀 忙完回家要记牢 头等大事儿是洗脚 媳妇欣慰味点点头 走进一瞅眉头皱 喝多福墙都要倒 手拿花洒为洗脚 如此自觉真挺好 就是没有水 你赶紧洗脚 冰冰冰冰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是睡觉前必须要有的仪式感 就是喝多断片不可怕 可怕的是 有人帮你拍一下 这位萌娃挺特别 这位萌娃挺特别 这位爱学习不停洗 不用家长没脱心 放学就把作业洗 萌娃拳头紧钻 这题到底咋钻 亮出绝招 迫不得已 铅笔得插进帽子里 捧出双手来比划 小手一掐 哎答案这不就来了 众所周知 这是根魔法笔 需此基本操作 方可显现魔力 就是夏天没戴帽子的时候 笔放哪里 半夜三更提降压 欢欢喜喜回到家 刚一开灯挺崩溃 你们都是谁 大哥还没缓过神 人家现一步 手起击落报警 挺气愤 大哥一瞅装修 猛派脑的愧疚 连忙解释走错门 楼层房号都一样 一看单元 大不同 哎这是陌生人家的门 这个半夜三更 人家能把我家的门开进来的 我也奇怪了 我这是密码锁 人家好好密码锁 还想狡辩 看你咋说 民警出面一何时 你说巧不巧 两家门锁密码也一样一样的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心有灵犀点通 门锁密码竟相同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来来来 拿什么礼物啊 吃了饭再走吧 倒走一半吓一跳 黑不溜秋 个不小 这是哪的渣篮馆啊 这是人家门口 小伙突发奇想 找来朋友帮忙 搬来废酒轮胎 全部一字排开 挑挑剪剪摆造型 雕刻俩月都没停 坚持不懈 真挺行 金刚怒目 现圆形 哇 这大家伙 金刚体重有一吨 高度就达三米五 轮胎痕迹看不出 活灵活现 吓得我这心呢 直吐吐 米五 没有废品 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贝 便废为宝 果然高手在民间 哪位邻居这么熟 没日没夜搞张修 等等 仔细追踪声音来源 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咋的 护栏也恐高啊 天气太冷 风太大 护栏体质真挺大 松动不停来抖动 动的属实挺难受 来人 给护栏套上面 老铁动得直发抖 这才是正宗的钢管舞 幸好发现得早 松动脱落 高空坠雾可就危险了